就是外观穴 那外观呢 它是我们八脉交汇穴之一 所以呢 这个穴位 它不只是三胶经上的重要穴位 同时它还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所有的人体上穴位里的 它是极重要的一个穴位 首先呢 它是我们三胶经的一个落穴 然后呢 它还是八脉交汇穴之一 通于阳为脉 这通于阴为脉 这通于阳为脉 掌管着人体的全部的这个阳经 所以呢 外观它可以帮我们通经活络 可以行气止痛 可以清热解表 因为这个它掌管着所有的阳经 所以呢 我们经常用这个外观治疗这个三胶经 这个浴火上宫所导致的 头面五官的疾病 以及这个经络循性路线上的一些病症 它是治疗外感表症的一个主穴 因为它是阳经嘛 阳它都有一个宣发解表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它是治疗外感表症的主穴 那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用它来治疗像这个神经性耳鸣啊 耳聋 还有这个手臂麻木 手指关节疼痛感冒发烧 包括我们的这个嗓子的不舒服 这个都可以用它来治疗 那我们的外观呢 它在我们万倍横纹 然后上两寸的地方 就是在持骨和饶骨的中间点万恒纹上两寸 然后进针的直次进针 近五分到一寸 这个也可以用咎 就是针对一些这个寒性的风湿性的疾病呢 我们可以用咎 那外观在临床常用的几个功效 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通于阳尾脉 阳静都可以有一个宣发解表的作用 所以呢 外观是治疗 外感风寒 还有这个发热 这一类疾病的一个常用的特效学 你像这个感冒啊 热病啊 疟疾啊 这一类的 还有受风之后 外感之后的造成的这种头疼啊 感冒啊 这个通通都可以用外观来治疗 就是外感病 还有这个发热的疾病 那第二点就是 外观是治疗耳朵疾病的一个特效学 经常用它治疗耳聋耳鸣 这个还是跟经络寻性路线有关 第三个呢 就是外观可以用它来治疗运动系统疾病 你像这个肘壁冷痛 关节屈身不利 还有外怀关节的一个扭伤 那外怀关节扭伤好多一看 这跟少阳精没啥关系啊 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守少阳 你记得同名精是什么 守足同名精 脉气是相通的 也就是手上的穴位 它可以治疗足上的同名精 守少阳就可以治疗足少阳的病 还有涅合关节紊乱 这也是跟它的经络寻性路线有关 还有一个腰部冷痛 少阳精的坐骨神经痛 你看这些都属于同名精 脉气相通 还有包括我们的臀上皮神经痛啊 这一类的运动系统疾病 那第四个 外观还可以治疗我们的心脏疾病 下针呢 能宽胸理气 还有解育通落 宁心安神 治疗瘀血性的心脏疾病 那这个呢 它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针 就是从外观进去伸针 伸针到内观 内观不就是我们的心包经上的穴位吗 这个叫从阳隐阴 这个呢 用它 因为它是一针过来 它可以偷到内观 所以它可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这一类的疾病